踢打一锤的这种 一定要有他自己的 在这种打不开的时候 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 对 当然火箭队今天的 这个一上来进攻的重点 非常明确 就是打斯科拉对点 另外呢 就是小牛队今天的这种外线防守 其实扩来是比较凶的 火箭的几个外线 像这个小李 卡尔森 对 包括德拉基奇 帕森斯 都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 帕森斯就是又一颗出分球 对 一上来是帕森斯在底角 那是小牛队防守 有一个注意力不太集中的情况 但是之后呢 他这防守扩的还是很凶的 就是对于对方这种 往外扩的防守 可能低位球员的进攻 要稍微的好一些 对 就是因为你出来了 挡拆的时候 尤其在这德拉基奇 他是一个 你看他跟有些空位不一样 他一般不愿意往两边去 就是他拿球 他不粘球 一般就是我们说 这个在挡拆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能够从正面开始 正面开始呢 左右逢圆 但是防守的目的是让你往一边去 尤其是往这个 我有好的防守队员这一方去 那么这个时候好多人呢 他就被你轰轰轰 他还是练球 他手啊 拿在手里 他不愿意脱手 这个时候问题 就进攻的问题就会出来 德拉基奇是一个欧洲球员 他的视野非常宽的 一旦你延误出来 挡拆拆拆拆拆出来 我也不往两边去 我尽可能的保证在中路发起进攻 所以这个火箭队呢 他一般来说 进攻点还是比较多的 对 给到他手里了 罗维斯基 你宾管进不进 你一定要把球给过去 对 然后才有后完文章 你就是写东西写文章 不破提议不行 说完天没到点呢 对 你看人家是很明确 我给斯克拉 你斜防不斜防 不斜防 我就打你了 你斜防我就传球了 对 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火箭打的内外结合 对 他的思路非常清晰 而且火箭现在外线呀 那个球员投篮能力都比较强 小李是一三分手 包括德拉基奇 帕森斯队 虽然我很喜欢斯克拉 但是斯克拉也不至于 让人收缩成这样 这个是特定的 因为他个儿不高 他才2米06 对 你看他又到中间来了 他这个 小李外线三分球 好球 哇 打球里三个三分球 11分 那小牛赶紧清醒吧 一上来打的确实是有点 这个漫不经心 所以你看那么多人喜欢火箭 我觉得不单是因为姚明的原因 对 开始因为姚明 慢慢的他就觉得这个 对什么阿德尔曼啊 麦克海尔啊 哎 干上球了 你看这几个人 就两个教练 他的风格差不多的 就是多传球 多传球 是吧 当然这个 咱们微博上有网友也说了 说火箭队现在吸引了不少女球迷的目光 为什么那球队的帅哥很多 而且是白人帅哥 白人帅哥 像这个德拉基奇 帕森斯 巴丁德 这是要吹前场球 火箭队前场发球 这是今年我说的第一场火箭 对 对火箭 因为转的确实各个地方转的也比较少 咱们最近才开始做 最近才开始 苏老师 您知道这是我说的第一场火箭吗 第三场 第二场 第二场 哎呦 你看 斯科拉做犯规了 斯科拉今天打的相当的可以 对 就是现在呀 咱们都差不多 只要转球的都是绕着什么 胡人热火 尼克斯在做 那闭着眼睛都知道他们怎么打球 最近我对胡人发生了兴趣 是吧 因为有赛清斯 对 之前那俩大中风跟科比 真的是闭着眼 都知道他们怎么打球 那现在有了赛清斯情况 就会复杂一点 就很有意思 然后就比较喜欢看他们的变化 对 当然第一关注是纽约尼克斯队 因为他们是持续动荡不安当中 就是每个月都有不同的特点 对对对 然后现在又碰上那个谁受伤了 就是刚才 克凡讲半天的这个 七上八下 五下八上的这个形式 很混乱 对非常难以琢磨他最后一个月的情况 对 现在呢 小楼队位置 不稳度啊 就有一点 他现在虽然是第五名 但是后边的球队呢 后边的球队追得很凶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 这灰熊队 在 蓝冬夫复出之后啊 状态非常好 对 他本身位置也不错 对 你看斯科拉一人拿多少分了 现在是八分 十分吗 我觉得不值得吧 应该是有十分了 就进了三个球 还四个球 然后两罚球是吧 对 我都忘了 刚才罚镜没罚镜 前罚镜是吧 斯科拉不可能不罚镜 一人拿了十分 对 灰熊啊 现在虽然是和小牛队差半个胜场 和快船队差一个胜场 但我觉得如果 就他们能保持这种状态的话 抄小牛甚至抄快船都不是问题 甚至能够对前面第三名俘人造成一个危险 所以俘人也不要大意啊 对 记得外线控球 哪里挺多威斯基 连打法跟火箭也差不多 斯科拉这两下 什么都这么凶啊 放归了 这台湾是终于吹放归了 这球看着有意思 这不符合斯科拉性格 现在也是国际的内线 包括火力加索 还有今天斯科拉 国际内线 碰上威斯基打得总是很凶 不是 斯科拉属于特优雅型的 对 他一般啊 就是我防住你 不让你轻易转身